哈喽大家好,我是Enset 今天的影片内容会非常非常的严肃 虽然前阵子已经做过了一集澄清的影片 但是没有想到还是陆陆续续收到非常多受害者的BM 甚至还有些非常的会三观 也有可能是之前的澄清影片说的不够详细 也难得有一位受害者愿意站出来诉说他的亲身经历 那接下来就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遭遇吧 OK,先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找到这两位小杰和小杰 因为当时我自己本身的情况我知道是很不能了 我觉得自己有一点那一方面的敏感 然后太敏感到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样解决 所以我就一直向外界求救到 我看到你的这个频道 然后通过你的频道认识到他们 过后我其实先inbox的是你 然后后来你没有reply我嘛 所以我就来 去到他们的主页看到他们的whatsapp link就可以直接contact到他们 所以就把我当时的情况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先告诉我的是要给一个300块的询问费 他们才会帮我看情况 然后发一个全身照给他们 然后就会有一个电话告诉我 我是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他当时告诉我的是 我后面有 其实也不是他告诉我是 我自己feel到我有 然后我问他是不是这样 然后他讲是没有错 总之我讲什么他都讲是没有错 所以是有什么呢 他当时后讲我 因为有三个影灵 然后还有两个魔 还有另一台 然后after that呢 我就 我就听他讲很多也跟他聊了很多 就我会 蛮认同他跟我讲一些观点 所以他会让我觉得这个人能够帮到我 我当时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他就有告诉我说 他的这个费用会比较高 就是会高到五位数 然后我心里大概有一个预算是因为我之前 也是有找过别人 大家点我的收费也是我的aspect是一字头的五位数 然后到他回来跟我讲的时候 是三字头的五位数 其实我有吓到 然后可是我当时的另外一个想法是 既然他讲到 好像是这样 我觉得我不花这个五位数 我也不知道自己 的情况 有没有时间去花那个五位数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不如 就答应他 因为我也想活着 然后就来到我的家 然后帮我处理 也会问我说 就是我的情况有没有好一点 我精神有没有好一点 我当时还会觉得 他们是可以相信的 就是我还是很信任他们的 s想要他们真的能够帮到我 其实到后面 很短的时间内 关系也变得挺好 还会经常见面 他们也邀请我去他们家打坐 所以就变成可能我们见到蛮频繁的 然后我们甚至还有去很多地方一起旅行 到现在去了四个地方 也包括日本 我当时有一些疑问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 引导我说 其实是随随随 做了一些东西 让你不要再 继续相信我们 所以会让我想要 就觉得 如果我不相信他们的话 是不是 我就好像 错了这样 就我会有点 心里不安 就我好像必须要完全 相信他们 他们会影响到 我有一个这样的思想 我有心存怀疑的是第2次跟他们去日本之前 我很抗拒会见他们 就是我内心很自然抗拒 我甚至跟另外一个同行的朋友说 我不想去 我不想跟他们住同一间酒店 有一种心态是让我 最好不要去的心态 可是到最后因为 大家都付了钱 给了机票钱 给了酒店钱 所以我们就 还是 跟着那个原本的计划进行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很少见他们 OK我好奇了你给到 三字头为数 那你的状况有变好吗 因为我在找他们之前 其实我已经有两年没有收入了 所以我两年没有收入之后到遇到他们 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救我的机会 所以我给了这笔钱 我心里上就会觉得 我把一个 所谓的业障一个 罪恶感还挺了 所以我就保持很正面 很正向的想法去继续好好生活 可是我后面就发现 一点都不夸张 我找工作 有工作 没有薪水 然后你讲说桃花孕 我完全没有男生 照我聊天 然后你讲说 包括健康 我的体重还是一直维持在 就是 因为我在 这两年前我出现状况的时候 我暴瘦 然后 我会except 情况好了过后我会不会再增回一点体重 可是没有 我的体重还是维持在我出事之后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一开始会抱着 很相信我会变好的形态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情况完全没有改善 或者更早 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 什么事件让你更加 质疑他们是不是真心的想要帮助你的 其实印象深刻的有 两件 然后第一件是我个人现在才会觉得其实蛮严重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打坐 然后 讲F是先去睡觉了的 小G呢就突然告诉我说 他重了停降 然后呢 需要通过 XX的方式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一直影响我说要答应他 去进行这一个动作 才能帮助到他 他一直 影响我说的是如果那一天早上7点前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那么他就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然后 小F是知情的吗 他是知情的 而且甚至他 不反对 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开始怀疑他们 我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说 谁谁谁在我家放了什么东西 让我不再相信他们 他会让到我有一个罪恶感 说如果我不相信他们的话 这样我是不是做错 就是可能我 也没有自主的思想 就会被他们影响到只能相信他们 然后到最后为什么你会找到 我们呢 我有一群朋友他们都是比较 就是跟我 玩的比较好的 然后有一次他们 那么五个人同时梦到我在求救 他们就觉得心里很不安 所以就 纷纷过来信息我 问我状况如何 然后我当时的情况我也是觉得我很不能 因为当时有发生一些 一些事情是什么呢 我的整个情绪不受我控制 然后到有一个晚上呢 我甚至是想要自寻 有那种想法就是我已经 不能了而且我甚至会回想 明明我都已经给了 这么大笔钱 然后去解决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还是会陷入 进一个这样的 一个情况里面 我还会怪自己 我明明已经很努力的正面的去面对全部 生活中的问题 可是 我还是一直在这个 圈圈里面我走不出来 我会一直怪自己到 我想要自寻短见 我的朋友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都集体发梦到我在求救 所以他们就过来找我 过后有发现到的事情是 因为其实离这个事情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 我觉得我的情绪反而 平稳了 越来越平稳 我也找到工作了 然后 甚至 就是 有开始 有收入了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反而远离他们之后 我的生活好转 当时我就有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想起你们一年前的影片 我跟你好像有一些 类似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 我想找你聊 因为我们都是 曾经很熟悉的一个 同伴 所以其实 到这边呢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我也知道 他们陆陆续续还有其他的 客户会找他们 我是希望如果大家想求救的话 去找 对的人 而不是找 错的人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自己 有被受到伤害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伤害 我希望你们也可以 站出来 可能联络一下 Insect 让他知道 你们 之间的 对话也好 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 沟通 然后让你们觉得 不舒服的 你们也想要 发生的 可能你们可以 联系一下 Insect 然后让他知道 我觉得我们 的 责任是在于 不想让这件事情 蔓延到更多人 去受到其他伤害 我今天站出来的原因 是为了阻止 更多人 受到更大的伤害而已 OK 也非常感谢 他的分享 然后我再次也提醒大家 要非常的警惕 就是据我所知 任何的正常的法事 都不需要靠 叉叉 来解决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 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 有类似的遭遇 欢迎你来跟我倾诉你的遭遇 我们是愿意帮助你的 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 不要有更多的受害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